港車記錄 事件的確認識 社間上我我公佈是B教皇審 社間上我問B 殺 狂言 我功夫是B教皇審 全是很認識 這件事 這是很性仍是美的 根本沒有這些事 所以我今天跟阿斌現在陳青這件事 我的功夫根本不合理到 就是我張領畢和張領畢那個開門的老師就是我老爸 我三歲 為甚麼呢 老爸教我直播 但記者的功夫呢 多數是張領畢和張領畢 大家研究一下 怎樣去怎樣去的手腳 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說 世間的時候的事呢 不要聽他們這麼多說 第七八年 她媽媽帶了上來觀塘的北方 四樓那裏來見師傅 交代我呢 我看著是長叔 那她呢 就在二哥那裏住 那來年中呢 都有上來 我來師傅這裏的 那師傅呢 當然他來的時候 當然他叫我下街 過來工藝學生一班 那我想知道 生日之後我問師傅 我為甚麼 我每次來 都叫我上去呢 這樣呢 那她說呢 她都幾十歲了 即是呢 我和二哥呢 都教她功夫 那不是說怕你偷寒 即是亦都想她給 即是有些心機 即是沒有尷尬的場面 那樣 只有我這樣教她 那樣 所以呢 我長青呢 我師叔呢 就是我教她功夫 那是她兩個大佬教她 那有時呢 她和我一起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都是講功夫 講些手啊 她就找些手出來 怎麼看啊 等等 那我呢 她說 我說我師傅呢 教她我這些 這些位置怎樣怎樣 我和她兩個呢 都是講研究功夫而已 我說誰會教她 如果講要教她之中呢 之後我去問她 即是她是張立正的兒子 她這兩個大佬怎麼教她的手呢 所以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給她瞄解一下 那幾下手就好 我們覺得呢 跟我師傅 十足十幾手 那我覺得呢 很好奇啊 就問她而已 其他就什麼都不可以和我教她 之後大家是 好了 大家兩個兄弟都好 和師傅學習都好 難道我教她什麼 都是一句說話 大家研究一下功夫 那些手法怎樣怎樣 其他什麼都不可以 就是千萬不要別人說 說我教張立正的兒子功夫 其實我就想她挖一手 我就去問她 她說你的手多好的 幾次珍貴 幾次珍貴 就是不知怎麽在外傳出 別人都說 說我教她功夫 我就都沒有這個資格 那一打一打一打她 我師傅 就是不要聽人家師傅說那麽多話 所以我這次 今天澄清這件事呢 它是別人以為我很巴掌 我不是很巴掌 還有一件事我要澄清呢 我師叔呢 他是第五處 他是我師傅的親弟弟 我都要他做師傅 就算他在什麼環境之下 我都要他做為我師傅 我就是將給我的弟弟 他就是將他為我師傅的親弟弟 他做什麽呢 他都是他父親傳給他的 他就只要教我們人生道學 怎麽行法 我們尊重他老人家 還有尊重他所收的人 兄弟也好 契仔也好 什麽都好 我們都認不 保利是大愛和契仔 我撿他手腳 但是他的手腳呢 有點像我的手腳 所以社交的時候 不要跟他全面其他公子 可以 誰教誰教 他會功夫 保利的手腳呢 有功夫是我撿他的手 撿他的手 因為他是帶我 然後我就做義父 所以明正延伸 張家爺是我的徒弟 又是我兒子 我在這裏有聲明 還有一件事 今天 今時今日 我們師叔呢 就認了楊保利 當了契仔 做了義義 如此 那楊保利呢 也都是很尊敬他 他也是帶 有百味的功夫 而認這個義父的 那好了 他雖然有百味功夫呢 那跟著義父呢 那個義父呢 也有指點他的 就是為了要撿他的手 那就變了呢 他什麼環境之下呢 他只有天天掛牌 但是他出來掛牌 只有呢 都是八張餅長 是瘦 不是瘦頭 是瘦兒 瘦兒子 什麼兒子 差不多 乾 乾 應該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認得他做義父的 就是差不多仔 那張禮善 瘦男 不是瘦頭 瘦男 張炳心 張炳臨 張炳發 都是寫著瘦男 即是我們跟張炳發學習呢 我們出來掛牌 就只剩張炳發售圖 而已 那現在今天 今次今天呢 不要理 認得他做義父呢 不是師父 是義父 義父之中呢 都是代表師父 那所以他要掛呢 是掛張炳祥 瘦男 還是瘦男呢 那我又不懂怎麼分架 分架 如果現在說正式是兒子 不用說了 瘦男 那現在是他契兒子 應該怎麼安排呢 那我都是不適合 我始終當他是瘦男 張炳祥瘦男 把楊寶寧看學會了 跟著武林的事情去做 他認得做義子 都是兒子的了 現在楊寶寧呢 今天認了我師叔做義父呢 認得義父呢 就是等於張炳祥 是張炳祥的老爸 那人人個個都是他兒子 對不對 那他是白眉的 一代的 那他認得他做義父的 那他都是白眉的人 就是人家說其他東西呢 希望一個武林界的人說話 覺得我不知道他怎樣 又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一個武林界的東西 他不是走什麼出賣於老師父的成 是沒有權去做一任任 對個徒弟 有個這麼辣的主婚 就沒有用了 事實上我們師父那麼多年 我跟我師父那麼多年 我師父很多徒弟 亦都有很多徒弟都是白眉的 他老人家也有一個說話 他始終是我的徒弟 我希望呢 講完白眉的人呢 是記住呢 我們的師公張美善 和我們的師父呢 就是最好是他教導我們 不是功夫的問題 還有人生呢 那個道學呢 應該怎樣去做呢 怎樣成功呢 最好聽到老人家說呢 不要講處理 搞什麼都不會違的事情 我希望白眉這麼多 各徒弟兄弟 師兄弟好 師叔伯也好 那個身體健康身作能力 不要大家理會我 我也是你了 始終呢 是張美善的兒子 始終呢 他也是張美善的兒子 可以說的 契孫 我契孫 一年後 都叫我做B爺爺 那一樣而已 那他現在呢 是認了張明強的契爺 都是張美善的人 我討論 我討論